今天是徒邀节 在本地所有的新宗教徒欢庆节日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徒邀节还有哪些习俗以及意义 因为我们一般也只知道说徒邀节就是新都教徒 庆祝光明战胜了黑暗 正义战胜了邪恶的日子 那虽然说这一天其实不是印度历的新年 但是呢庆祝的方式倒是跟华人好像很多的相似之处 没错 除了有大扫除一些新马一代的新都教徒 现在也开始会发红包 那么马上呢我们邀请几位这个今天的嘉宾 跟我们分享更多有关徒邀节的文化 好 再次的欢迎一家人爸爸巴拉德 你好 欢迎大女儿艾莎 你好 欢迎大女儿艾莎 你好 欢迎大小女儿夏伊拉 欢迎你们 你好 首先请调一下巴拉德先生 这个黎巴巴利基本上翻成中文它大概是什么意思 黎巴巴利我们是讲那个句是黎巴 黎巴巴是应该是 中学来讲是 黎巴巴是灯 所以这个节日是说我们是用灯来说 是很难很难要解释 所以怎么解释我只可以讲是这个解日是说 我们是用灯来代表说 黑暗过去了 开始庆祝好的事情 所以像华人的新年一样 我们是用华人的新年是说新年是来欢迎好的 所以一样的事情是黎巴巴利 是统筑是 通常只是印度教度学 庆祝的巴巴利 所以也是我们是讲这个事情 那图腰的部分是什么呢 图腰 这个图腰是代表 我们把黑暗光影 是 这要怎么讲 我的不要先要跟大家讲 我的中文不是很标准 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是要抛建一下 意思很清楚 就是带来光明驱走黑暗 对 有灯光的 有光亮 那么这个所以在这一天 基本上清都教徒家庭都会特意去点一些灯 对吗 对 这个灯应该是用油灯 不是用灯 传统来说 传统来说是用油灯 所以通常我们是家里 前天晚上就要开始给全部的家里给好看 还有杀起全部的像华人的新年一样 所以造华人的新年我们就 就是沙子 整个屋子给屋子漂亮 家庭去拜 很重要的事情是说 我们是尊重大人 年底的人 所以这样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去我的母亲的屋子 还有我的老婆的家里的屋子 拜访长辈 拜访长辈 拜访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拜访长辈 我们特别的是说 我们会通常给新的衣服 拜年我们也是要动他们的脚 是对我们那样是说尊重大人 所谓的母族是吧 所以你有看 通常所以我们会尊重 是我们要动他们的脚 那需要我们刚刚提到的红包 是什么时候可以的 红包只是在新加坡 是一个好的 是新加坡的这个代表 所以在新加坡而已 只有红包 如果你看印度的话 印度根本红包也是没有 他们只是尊重人而已 像新加坡是因为我们是 也是马来语华文 也是全部的人一起住在一起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开始 开这个红包的给红包 所以通常是孩子们 他们会等这个日期 他们会 是红包 我们就可以拿红包 所以他们是说 很好 对大人说 要给红包 你们两个拿到红包了没有 拿到了 都拿到了 都拿到了 有没有跟爸爸讲谢谢 谢谢爸爸 以后长大是你们要给他 我们知道说在印度的家庭 这时候在新加坡的家庭 很重要的是要摆那个蓝果栗 而且是全家出动 每个人会一起帮忙的 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蓝果栗是在北印度 也是有一个 有一天是特别蓝果栗的节目 但是除了这个 我们是图腰学的时候 也是有放蓝果栗 蓝果栗是代表说 我们的通常是给亮 亮子也是漂亮 有放花 有放蓝果栗 是给屋子漂亮 也是在那时候 我们就要看 是表亮是让 是讲起来是要给屋子 看更多的好运 好运 带来好运 对 刚才这个爸爸也说到 这跟华人新年一样 大家都要穿新衣服 那由于小朋友更要准备新衣服了 对不对 对对对 说这个新衣服 还有特别的名称呢 是吗 对对对 如果是小孩的话 是讲爸爸的 爸爸的 所以不管哪一款 这些都叫爸爸的 对 因为不是像大人就还 穿衣服 对 对 衣服是大的女儿 女生还穿 成人穿的叫衣服 衣服 女生小的就还爸爸的 好漂亮 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 可以 麻烦 对对对 我让姐姐来介绍好不好 你们的意思 好 我的裙子是紫色 我每个年会拿到是不一样的颜色 每年不一样的 对对 今年是这个 今年是这个 我最喜欢是这个 最喜欢紫色 我的 我的 上衣 上衣是像一个绿色的颜色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也是最喜欢 对 那下一条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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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觉她手上的这个首饰 还配紫色的 不是一套的 这个首饰是 那如果你今天穿别的颜色 这会带别的颜色的吗 对对 这也是配的 好漂亮 谢谢你 有没有帮忙妹妹选衣服 妹妹 妹妹喜欢的颜色 我的是 我的有 蓝色 我的是 蓝色 蓝色 我又水滴 水滴 水滴 金色的水滴 我的上衣是 粉红色 粉红色 我又一个大的水滴 水滴 那你手上画的是什么呢 我的是 蓝色 手上画是说 我们是讲英文是 Hena是吗 是 对 可是你去印度的说 是 Mindi Mindi 对 女孩子要穿这个 因为是很漂亮 对对对 Mindi 好棒啊 那通常是在过节的时候会画一下的 每年都会画一下 除了过节也是 如果女生结婚的时候 也是一样 有看 有没有看是新度教徒的 结婚的话 他们会有很多的化妆在这里 那个叫Hen Hen Hen 有没有束缚的意思啊 通常只是给他们看起来是更漂亮 不是普通的 没有什么化妆 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 通常女人是放makeup 对吗 对 所以这样也是一样的用 也是一样的用 对 可是花这个会很久时间吗 一个手是因为我的很长 对 因为的很小 小一点 所以长的是30分钟 30分钟一个手 对 两个就一个小时了 对 哇 我们知道这时候呢 其实在家里面还要进行大扫除 对 这个大扫除本身的意义又是什么 大扫除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是拜神的时候是欢迎女超生来的屋子的时候 它是要清的地方也是要给黑暗出去 所以出门的黑暗给黑暗的香暗全部出了之后 我们打扫的时候是要欢迎新的生活新的好运 做好运的时候要应该我们好运的话应该要有清洁的屋子对吗 对对对 清洁的屋子也是有漂亮 有看全部的屋子会放花 花 人除了那个朗国粒我们也是有放在家里 连油灯也是有放是要给更好看漂亮 对我发觉这个习俗其实各个种族它的寓意都差不多 对 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土耀节逛这个市集啊 往往往看到图案是孔雀或者大象比较多好 对 这有特别的意思吗 特别的意思只是说大象是对我们是因为有一天我们 因为有一个天生我们会跟他拜一下因为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拜他他会让我们走去了 也是一个教服给你们 对 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在现场我们给艾莎一个责任 请艾莎来教我们在图妖节的时候要怎么样跟大家说图妖节快乐 哦 我现在说你们是怎么样在现在图妖节快乐 图妖节快乐 图妖节快乐 然后你好的是Vanakan 哦 我们可以一起讲吗 我们可以一起讲图妖节快乐好吗 图妖节快乐 图妖节快乐 对 一二三 图妖节快乐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了在下一节节目当中我们要另外来关注的就是最近符合资格的国人都收到了政府所发出的简讯 以同学他们可以领取这个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也就是SG bonus 不过呢相信有不少人收到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诈骗简讯 是你知道如何识别这些简讯吗 有问你的身份证啊 如果是真的他应该已经知道了 稍后的生活小学堂教你分辨真伪简讯避免上当受骗 再走开 再走开 再走开